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ossmine的宏觀金融市場分析 我是Jazz Paolo 今天想和大家討論黃金 講之前先看看免贈聲明 所說的內容純粹學術經驗分享 不構成邀約更加不構成投資建議 今天的標題是黃金營可抗通脹 因為我經常受到被人查詢說金是否能買的 因為全球通脹惡化 所以很多人感覺到全球通脹惡化 他們第一時間想到黃金應該有運行 黃金有機會大升特升 但事與原為 所以不其然令人想到金是否真的可以抗通脹 其實這個情況是值得大家去探討 探討的時候當然要看看圖 這張圖就是美國的CPI和金價 藍色就是CPI 黑色就是金價 所以你看到美國通脹是否和金價一定是同步 原來不是的 有時同步 有時是背前 我們可以看到這段時間 嘩 嘩 通脹回落 叫做回落 金當然也是回落 但回落得來也不是一個情況 但及後通脹也是低迷的 但金價大幅飆升 這個飆升一定是跑洋通脹的 最主要就是當時的避險 當時環球金融市場的疫情爆發 所以變成當時的風險為立 最主要就是聯絕股當時有銀子 所以這因素下通脹好像沒有特別 但金價大幅飆升 反而之後在CPI開始整固 然後爆升 在整固和爆升的時候 金價反而反覆回落 反覆回落 所以大家也看到 因為當時避險降溫 所以變成金開始回落 因為疫苗的發明 大家預期美國聯儲局即將有機會 不久將來退市 所以金就先發制人 不斷上來 好了 這段時間你見到 通脹又升溫了 升溫之後 這段時間 你見到金沒有什麼特別的 OK 就是在這裡擠來擠去 可以說 後來再爆多一層 做了一個雙頂 這個爆多一層 大家也知道 是烏花蘭戰爭 所以導致金價 無事美權強勢 炒避險 所以就夾不上來 當然通脹都升溫 所以這段時間幾個原因 兩大原因 不是幾個月 兩大原因 就是避險通脹 夾不上來 但是通脹 不是通脹 通脹還升 但是通脹還升 也好 咦 起手開始急跌 OK 所以之後通脹再升也好 金價就無事通脹 再上升 開始急跌 但是通脹開始回落 咦 它就賠得更多 所以你看到 反映到 有時我們純粹是跟著通脹 通脹升溫拿金 通脹降溫沽金 這個是不成功的 通脹升溫的情況下 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才可以拿金呢 就是通脹升溫下 美金弱勢 我們就可以寄望 金可以抗通脹 甚至跑洋通脹 所以 但是當通脹 碰對美元強勢 這就是兩大因素 通脹升 就是利好金 美元強 就是利淡金 所以最後那隻金 是受哪個影響呢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那隻金 是受美匯影響的 所以做金方面 在這方面要多加了 好了 第二張圖 我們看到了 這個CRB指數 基本上都是同步的 但是小部分同步 什麼情況呢 好像今年5月 你見到 那CRB商品價格 哇 升到這一段時間的高位 但是這段時間 那隻金 反而反而 反而向下 但是CRB向下 它當然也向下 所以有時候 你見到這一層 CRB升 這一層 CRB升 那隻金 都是沒有理會它的 照升 照跌的 所以這段時間 也是一樣 就算你CRB商品價格升 有機會刺激通脹回升 但是金 沒有理會它的 依然受著美匯的強勢打壓 可以說 好了 下張圖 你見到美匯和金 美匯初頭 去年也有一段時間 一直跟金同步 兩者炒的因素都一樣 都是歐洲打仗 歐元藥 所以美金強 歐元歐洲打仗 所以也因為避險 再加上通脹 所以這隻金 就跟美金同步上往 但是及後 到了這一段時間 你見到 金又金跌了 美匯又美匯升 回復以前那個 就是貝池 OK 所以現在它就不炒同步 現在是炒貝池 所以炒貝池的大前例下 那麼 美元強勢 就蓋過了這個 所謂的通脹 高企 或者升溫 導致金 依然受壓 所以在結論裏 從這邊來說 就是告訴我們 原來那個美金 那個走勢 是完全可以主導黃金的 其他因素有 不過呢 就是不能夠 當然如果你說 這刻中美通脹降溫 俄烏戰爭結束 再加上美元強勢 對金就更加不利了 如果這個月線同學看到了 其實也挺誇張的 好了 當然今個月來算 雖然未完 但是看來 勢也是弱的 好了 還有這一段時間 這兩年多 而這個大橫 公位大橫 區間 其實剛剛也是 上個禮拜破了 好了 破了這個橫區間 當然這個其實也叫做 意料中事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說金不對路了 所以如果大家聽到有沽到金的話 就應該有不錯的獲利 恭喜大家 好了 破了位 現在落 一破位 現在落的話 這個區間的橫行 我就可以比喻 就是這個區間橫行 這段時間又去了 有一個大的區間橫行 最終就是破位 一破位 哇 冰霸如山倒金 但是今次 金會不會像上一次的破位 這麼大跌浪呢 這個當然我就不敢說 要看回美金的強勢 是不是延續下去 當然短期間 美金的強勢繼續延續 連接谷狂加息 看看俄烏戰爭 會不會有機會結束 等等這些 這些不利金價的情況下 這麼破位 自然 我們就 看第一線了 好了 看第一線 哪一線呢 這裡 OK 如果你問我下一個 明顯的阻力位 或者支持位 就是這裡 第二個就是這裡 第三個是哪裏呢 就是這裡 OK 但是當然不一定能下到 我覺得今次的金 去到1445應該挺大支持 OK 好了 如果你說下一個支持位 在哪裏呢 1557 OK 所以你說我不看那麼遠 我先看現在 最近的支持位 如果大支持位 就是1557 所以變成 如果做淡倉的話 不妨就向著這個方向看看 如果我看位 等買金 我想買實金 我想買黃金ETF 不過 值得一提 買黃金ETF 比買實金好 OK 所以換句話說 真的不心急 究竟1557是底 還是1445呢 甚至乎更低呢 這就不知道 OK 你說它將來會試哪個位 現在我覺得很有信心 1557 但是1557 試到了 見到了 是不是底位呢 這個我就真的現在 不敢說 到時真的一定要見到鹹步 到時到位了 看看一些基本因素有沒有改變 哦 基本因素沒有改變 美金越來越強 那這樣呢 更加的金 我想真的會再做再度破位了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高度注意 所以千萬不要想著 一想到通脹 立即就拿金 這個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希望大家小心 看回美會 好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